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盘点一下 动漫里的那些神曲 很多年轻的朋友呢 只是听说过 估计呢不是很清楚 毕竟呢有些番 都是属于比较老的番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第一个非常出名的拔剑神曲 为什么叫拔剑神曲呢 是因为啊他这个剑确实是从胸口里拔出来的 罪恶王冠啊烂番 但是我怎么说呢 自古烂番出神曲 堵尖英满级 啊这个手 我的王之力啊 自信中啊 甚至在我年纪还比较轻的心中啊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哪怕是我在非常重要的年纪看到这个番 我还是依旧觉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这个番剧情呢有点烂 但是呢你还是不得不承认 确实影响了一代人 而且他这个歌啊 是真好听 这个歌的作曲呢 是泽也红之 非常牛逼的一个音乐制作人 那我们来说 第二个 出自AZ 就是一部机甲翻 合爆神曲 在动漫界 可谓是跟拔剑神曲 有着同样高的地位 合爆神曲的由来呢 是因为伴随着在这动漫的时候 火星骑士 从天而降 然后坠落到地面 陈生大爆炸 这个音乐呢 冉冉升起 所以说合爆神曲 由此而来 这个歌呢 也是由泽也红之作曲的 所以说呢 双杀了 那我们再来说下一个 进击神曲 也是泽也红之作的 三场 说一下这个歌的背景 进击神曲啊 出自于进击的巨人 听到这个音乐一响起 突然间就有一种 自己突然长高了几厘米的感觉 明信呢 大家估计也都听说过 进击的巨人呢 从看海之后啊 就没了 后边的这些 大家等他都等 如果说想去看这个发生的人啊 看到看海那儿就行了 海的那边 就尽头了 就没了 第四个 催泪神曲 出自于动漫 我们仍未知道那些 那天看到的花的名字 哎呀 我的眼呢 我让大家说 这不更片单目吗 简称 未为花名 念玛 我找到你了 简称来说 应该是一个治愈番 讲述的儿时玩伴之间的故事 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那说完这个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五个 钓鱼神曲 为什么叫钓鱼神曲呢 鱼 好大的鱼 就是这个歌它一放 那弹幕全部都是这种空玩儿 它是出于哪呢 出于游戏人生啊 非常的好看 至于什么时候游戏人生出第二集啊 有声音节能看到第二集吗 总之就是非常好看 歌好听 片好看 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就只讲这五个 大家呢 还知道哪些神曲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去补充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提供